。 和张柏芝离婚5年,谢霆锋终于吐露当年离婚的真正原因,听完所有人都心疼到未抽筋。 张柏芝与谢霆锋离婚超过5年,至今两人互动仍是外界焦点。 在娱乐圈里,只要看到谢霆锋,好像就脱离不了和张柏芝和王妃三人之间的恩怨备受大家关注。 对于婚变原因,谢霆锋表示。 2012年5月20日。 原本是个寓意很好的日子,但是那一天却是谢霆锋和张柏芝正式离婚日子。 如今已经2017年,谢霆锋找到了真爱王妃,常常被媒体拍到和王妃晒恩爱,可是张柏芝却还是孤家寡人,没有找到另一半,但是她跟孩子相处得很好。 她们离婚,其实不会怨恨双方。 就算离婚之后,张柏芝在谢霆锋心里,还是很好的一个女人,她觉得张柏芝敢爱敢恨,又很善良。 曾经的夫妻,一起经历了重重困难,接受专访的时候,主持人询问谢霆锋,既然经历了那么多波折,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分开呢? 谢霆锋说,大家还需要一个成熟的阶段。 她的意思,可能是在婚姻中二个人都不成熟吧? 主持人问,为什么会走到离婚这一步?谢霆锋首先是把原因归结到自己身上。 主持人再次确认,是因为你不好。 这一次,谢霆锋倒是没做肯定的回答,她说离婚的原因,大多数是双方的问题。 可是作为男人,应该说自己不好。 即使他们离婚了,这一家人的关系还是很好。 张柏芝与谢霆锋会在儿子一起逛街,购物,吃饭,虽然离婚了,可是他们还是小孩子的父母。 确实,曾经他们被拍到一家四口却乐园玩的画面,可是这个一家同台的画面很难再见了。 。 谢霆锋被媚体拍到过流宿张柏芝的家,可是如今她已经跟王妃附和,张谢两人的爱情已成往事。 。 虽然谢霆锋11月10,在活动中大赞张柏芝,坦言说张柏芝这些年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,很辛苦。 。 又躺到自己没有离婚。 又躺到自己没有尽到父亲责任等。 当时就传出她抛弃王妃的传闻,直到今日传言不攻自破。 。 如今谢霆锋和王妃很幸福,被拍到一起出门散步,羡煞众人。 。 谢霆锋全心盼事业,她曾经在微博晒出一张手臂都被刮到淤青的照片,粉丝狂呼心疼。请她放弃煮饭,赶紧回去唱歌演戏,走回自己的老本行。 。 。 还有网友表示,谢先生这人演戏唱歌不要命,就连煮饭也这么拼。 谢霆锋和张柏芝已经离婚,谢霆锋早就和王妃复合。 。 如今时过境前,三个人都演进中年,对过去的恩怨也看开了,三人各自安好吧。 。 祝福张柏芝的两个孩子早日寻觅到新爸爸。 小孩成长时,父母陪伴在身边才是最好的。